今年3月,台湾立委张庆忠30秒通过服务审查引起轩然大波 而昨天香港立法会也上演类似戏码 香港立法会财委会主席吴亮星利用泛民议员来不及回到座位时进行投票表决 强行通过新界东北发展前期工程拨款引发议员强烈抗议 立法会场外,4500位抗议民众也表示将会持续抗争 周五半间,香港立法会针对几具争议的新界东北发展前期工程拨款进行讨论表决 但蔡委会主席吴亮星不仅不让议员提问 还命令提问的泛民主派议员离开立法会 梁月中议员,现在你的行为不检 我是命令你马上离开,吴雨天 吴亮星四局引发大批泛民议员不满 都为泛民议员试图包围主席抗议 但被议会保全阻止 吴亮星宣布休会 会议重新开始后 吴亮星不理会议员抗议 请官员发言,并突然宣布开始表决 但此时打批泛民议员不在座位上 来不及在一分钟之内投票 最后以29票赞成,两票反对通过议案 请大家核对表决结果 没有恨对啊 显示表决结果 没有恨对啊 出席的32,赞成29 反对两个灵弃权 结果是通过的 会议暂停 立法会场内会议进行同时 场外约4500名香港民众 观看场内会议直播 一听到场内表决 场外民众一阵哗然 高喊口号抗议 还有人留下未来 场外抗议民众表示 即使表决通过 抗议也不会停止 办命议员也认为 表决程序不合法 将寻求司法复合 推翻表决结果 新台电视张其林 整理报道